民众在部落街道开车 不过奇怪的是 画面上左边这栋住宅 发现庭院有人全裸 没穿衣服坐在椅子上 气得摇下车窗大骂 认为这种行为实在是太过夸张 这次台东达人乡安硕村 据了解这位裸男不是本地人 是因为在安硕交控中心上班 才会在本地租房 安硕交控中心表示 会对该名员工进行内不了解 再做处置 而当地民众则表示 时常发现这位男子有裸体的习惯 安硕部落民风保守 他的行为有爱观瞻 相当不雅观 更担心他会对小孩子有不良企图 很可怕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小朋友 很多学生 安硕部落很好看 我们这些三下都那么保守 虽然全罗是在自家私人空间上 不过处在开放式空间 路过的民众仍可明显看到 该男的行径 安硕村长表示 已向辖区警方报备 呼吁在地居民针对罪户提高警觉 已经跟派出所报备了 希望派出所的警员们 特别的对那个租房子的居民 特别的注意 更不希望在严重的事情 还没发生之前 希望都不要发生 若干民众有妨碍风化的情势 本所会依照刑法 向外规定贞除 本所议会利用各项情务 进行查访 防止事件发生 警方表示 还没有收到民众报案通知 以及违法的事件发生 不过针对这名裸男 会在实际去调查了解 也加强该区的巡逻情务 如有发生不法行径 尽快报案 原始新闻物举台东达人 采访报导